這個多重邏輯 這個不只要會 而且要熟練 另外的話不要打錯 以後的話很多地方都是從這邊演證出來的 OK 實際有不要打錯 像這個符號還有方向不要搞錯 另外的話呢 BMI 部分 那我基本上是用 Google 找一下 你可以發現這個 BMI 計算器 那其實這個點進去它有一個說明 反正我是照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說明 第一個裡面的話你可以照這個規則 而且其實它在網頁上面它會有輸入 其實你也可以做計算 那只是說我把這個邏輯轉換到Python而已 OK 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我大概說明一下 有些地方前面做個類似的我就不贅述 你們可以大概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我一樣建立一個變數 這個名稱自己訂 你如果覺得位置太長你 W 也可以 然後呢它是 input 什麼東西呢 請輸入體重 那輸入完體重之後假設有小數點的話 那記得外面請你一定要用 float 轉型 你不要用 INT 雖然用 INT 也可以 不過INT 的話無條件會把你的小數點給捨棄掉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所以輸入這個地方都是用 float 那另外 BMI 的計算就是 它的體重除以它的升高的平方 剛好平方有沒有講過 OK 所以呢層層就是平方 當然如果你不用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 MASS 有一個外部的一個 我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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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一個套件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讓我們產生一個 我剛講泡 你可以用那個方式呢取得平方 那或者層層的這個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一樣用 float 轉型 保留那個小數點 然後呢存在 BMI 這個變數裡面 當然有的時候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 BMI 多少 有的時候我這邊會做一個 print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點像 幫助我知道一下 這相關訊息 那如果我最後程式寫完之後 我可以把它註解掉 那如果我有需要我就把它打開 這個有時候是一個 寫程式的一個除錯技巧 然後呢就它就會按照我的邏輯 把剛剛的東西分別呢 參考那個網路上面的說明 然後把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 這應該沒問題啦 這樣蠻簡單的 那其他的變化呢 你可以自己再試著做做看 那後面呢還有幾題的 我想這些都是水練習題 那我也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那個雲端上面有一個 等於是第二個單元 BMI 之外 其他還有像什麼 請輸入那個車資的段數 你是一段票 還有兩段票 比如說15塊 一段票15塊 兩段票30塊 但是沒有三段票 只有一段或兩段 那當然呢 你在輸入的時候 我這邊程式 特別注意 我就新增一個那個 一個新的 module 這個 module 裡面的話呢 一樣 請輸入車資段數 不過呢 你會發現我這邊沒有轉期 沒有INT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就是直接乾脆呢 在判斷的時候呢 我就用什麼 用四串來比對 AKTB 之外 我就不轉了 不然的話如果我前面加個INT 轉過來是一 那我這邊 就變成後面把它改成一也可以啦 變成兩種方法 哪一種方法比較簡單 我想你可以試著 試著哪種方法都可以啦 當然只是轉型 我發現多一個轉型 好像感覺讓程式變得複雜 所以基本上呢 Run完之後的話 那這邊我有寫一個 已經寫好的 這邊有一個計算車資的 把它執行一下 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把它Run一下 那假設說我今天呢 車資段數 如果輸入1 那它會跟我講說 一站票是15塊 反制的話就兩段票 一次可以退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你不會自行列席 輸入的資料呢 你就不轉型 直接來判斷 如果你不轉型 直接判斷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 但是如果你是寫Java的話就不行 Java它不能等於等於 因為Java這個等於等於 只能用在數字的判斷 不能用在字串的比對 所以如果你在Java裡面 你還要用另外一個 叫Ecos的方法 才能夠做文字的比對 不過因為Python不需要 直接可以比 所以這部分呢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另外的話呢 後面還有一題 是這個什麼呢 底下還有一題這個 男女的 也是一樣輸入M或F 那輸入M的話呢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也是做字串的比對 如果輸入M是男生 輸入F 就是女生 那反之呢 就是不要亂輸入 因為沒有第三種 OK 因為現在性別蠻混亂的 OK 好 那 假設吧 這個只是一個練習 如果今天呢 我輸入了這個 因為之前有遇過那個 先生你好 回頭 原來是個小姐 小姐你好 回頭 他雖然長頭髮 可是 是一個男生 有時候 不確定怎麼辦 就 就你好 就好了 也不要稱呼了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你輸入F 他就是判斷出女性 那M的話 當然就男性 但如果你輸入其他 因為我這邊多了個L 所以這邊的話 就會有個M 所以假設輸入個A Enter 好好輸入 OK 所以這個部分 主要也是練習 邏輯 假如你後面呢 是一個自串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式做比對 OK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在 在那個VBA的課程裡面 也有那個練習什麼 類似像這種 平均成績 那假設啦 剛剛我們 一般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這個範例 你們可以在哪邊找到 可以在雲端上面 的範例檔裡面 在我們的範例檔裡面 這邊有一個範例檔 那範例檔裡面有邏輯 函數裡面 這個 這個函數裡面呢 如果 請各位呢 也利用類似的 這個 邏輯 他會撰寫一下 當然一般是這樣 我們如果在以色列裡面 是插入一個邏輯 還有一幅 一幅這個成績 如果 大於 等於 六十分的話 那就是給他輸入合格 反之就輸入不合格 那假設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邏輯寫到 拍照裡面 該怎麼做 OK 那第二個是呢 如果我的邏輯 不這麼單純喔 我的邏輯是如果說 他是大於等於 八十分是A 七十分是B 六十分是C 反之就D 多重喔 如果 以 這一題應該可以理解了 那要怎麼做 有兩重的類型 就是 請輸入你的平均成績 然後呢 他假如給你一個成績 合格或不合格 那請你也把它改成什麼 多重 如果是 八十分以上 包含 是A喔 A B C D 那請各位 試著做做看 那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邊蠻多的練習題 所以你會發現 工作裡面太多了 只要 我看寫程式最重要 真的就邏輯判斷了 再來如果你要重複 幫你做什麼判斷 那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所以 回圈加邏輯判斷 好像寫來寫去 一定都有這些東西 所以 如果你希望以後你寫程式可以 寫得非常流暢 完全不會出錯 我建議啦 你那個資料型態 邏輯判斷 還有回圈敘述 這個一定要熟到一個不行 你怎麼寫都寫得對 但如果說你常常卡這個卡那個 然後常常這個小一個字 那邊打錯一個東西的話 那Bug一定一直都會有 OK喔 所以這個當然 不過有Bug也正常嘛 因為你練習不夠嘛 所以盡量呢 能夠達到就是 你現在想要寫什麼 你可以把東西寫出來 這個目的 如果你在熟以後 寫在複雜的東西 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後面的話 我們慢慢就會再加一些 外部的檔案 比如說是一個外部讀入的一個文字檔 CSV資料庫 或者是從網路 雲端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資料來源 或Exale 然後呢你可以 再去做後續判斷 那當然都是從這邊延伸出去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BMI 試一下 如果有時間再去做一下那個 一段票兩段票跟男女 再來就邏輯 就是 輸入個平均成績 判斷合格不合格